那那个时间差不多也到了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这个topic 然后今天这个topic我们主要会介绍 我们是如何构建生产机的HPA的 这里面主要会包括我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智能算法 以及我们是如何降低自动扩收容的风险的 首先我们先来预览一下这次topic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会简要回顾一下K-S的HPA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存在哪些局限性 使得我们难以在生产上去大规模地使用它 之后我们会来介绍一下 蚂蚁内部是怎样构建生产机的HPA系统 最后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capacity capacity也是我们近期新开源的一个云远生智能量的项目 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capacity 能够怎样把我们内部的一些方法论 实际应用到任何一个开源的K-S集群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先请允许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朱子秋 我来自蚂蚁集团 目前是在这个云远生科技部 负责这个各类云远生平台和产品的一个建设 目前我主要是关注弹性调度和多一群的领域 然后我也是开源爱好者 近几年陆续贡献过一些新CF的项目 然后这位是郭亦如 他是蚂蚁基础设施容量团队的 他在容量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也亲身参与了蚂蚁大规模生产容量系统的建设 那最后呢我们都是capacity这个项目的founder 如果对这个项目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好 那么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正题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K-S的HPA 相信这块的话 其实相信大家既然是来听这个场子 那应该对这个东西其实都比较了解 那我就不会做太多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可以看到HPA的原理还是非常简单的 它的本质上其实就是实时的去通过 指定一个监控指标 然后呢去折算你这个对应的 当时这个监控指标对应的一个 你需要的一个副本数 然后呢最后他会通过scale API的方式 去对你的这个工作负载 去做一个实际的扩松容 那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核心算法 其实就是根据监控的这个目标 做一个简单的折笔计算 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里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 它的一些局限性 就是这些这个non-production-grade size 首先就是说它 这里呢我简单列举了这个四点 首先呢它是一个纯响应式的流程 也就是说它是发现我这个指标 现在已经不满足我的期望了 那这个时候我才会去 开始去调解它的副本数 那么它天然呢它是有一个滞后性 就是一个事后的一个动作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算法 刚才也看到了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折笔算法 那这里它其实也就预设了说 我的副本数和指标 它一定是一个严格的线性关系 那这个时候它计算出来的 可能才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这样一个值 那么这里其实就是比较理想化的 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现实的这个生产当中 其实我们的应用 它的这个流量 它的这个容量等等 非常复杂 它可能并不一定满足 这样的一个线性关系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扩缩容 我们知道就是扩缩容 在这个生产环境 其实是一个比较高位的变更 尤其是缩容 其实一不小心 我们这个生产环境 可能就给你搞挂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去控制HPA 它的一个风险 那么社区HPA 其实在这上面做的事情 是比较有限的 就是目前来说 比如说它是提供了 这个速率的一个控制 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些更加严格 对于稳定性更加要求 更加高的这个环境来说 其实是不太够的 那么最后一点 其实就比较人者见人了 就是HPA 它其实是K8S 一个内置的一个组件 那有些人可以觉得 说我这个HPA开箱即用 挺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它其实相当于 跟你的这个环境的K8S 其实就绑定在一起了 有的时候我希望用 这个新版本 HPA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说 我想要对这个HPA的行为 去做一些定制 或者做一些扩展 那这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综上这几点呢 我们在蚂蚁内部 做谈应扩作用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是 做了很多的选顺 然后但最后没有采用 直接用这个 社区HPA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们的HPA 最后是怎么做的呢 然后到底有没有做得 比它更好呢 那下面有请我同事 龟宇来为大家介绍 在蚂蚁 我们是怎么落地HPA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蚂蚁集团的龟宇鲁 刚刚我的同事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社区HPA的一个 基本原理 以及它的一些局限性 在这里我主要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蚂蚁是怎么 克服这些局限性 并在我们生产环境落地的 在此之前呢 我先补充两个 我们碰到的一些困难 第一个是 我们蚂蚁在线应用的 有流量 以及它那个 有模型比较复杂 我们的有流量 可能有RPC消息等等 各种各样 它的有特征 可能有的有规律 有的是没有规律的 第二点是 我们蚂蚁的一些 弹性速度相对比较慢 没办法满足我们 快速弹性的一个需求 受限于我们的一些 容器创建 还有一些 应用的一些启动速度等等 导致我们可能在 经典PASS的一些链路 扩容速度 可能会达到 十分钟一个级别 因此基于以上原因 我们没办法 直接在我们蚂蚁内部 在生产环境落地 社区版本的HPA 因此我们就 基于我们社区 HPA的一些设计思想 加上我们蚂蚁内部的 一些独特的技术 形成了我们自己的 一些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主要分成了四个模块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采集模块 包括我们对接了我们自己 蚂蚁内部的一些监控平台 一些原数据平台 这个采集模块可以采集到 我们在线应用的一些指标数据 包括流量 RPC消息 还有一些那个CPU 还有副本数等等 一些原数据信息 这些历史数据信息 会发送给我们的一个 数据分析的一个模块 我们数据分析模块 会对这些数据 做进一步的处理 包括数据清洗 特征提取 以及我们对这个数据 通过我们的算法 做一些预测 我们会对这个结果 做进一步的验证 最终产出我们在线应用的一个 副本 在线应用的一个画像 我们的画像 简单来说就是 在某个实验点 我们副本书的一个描述信息 由于我们容量场景的复杂性 我们在不同的场景 会产出不同的一些画像 比如在日常的一些场景 对于一些有规律的应用 我们会产出 周期性的画像 对于那些没有规律的 可能会有一些流量 突充场景的 我们会产出一些应急画像 这些所有的画像 最终会发送给我们的一些 流量管控的一个平台 画像管控的一个平台 我们画像管控的平台 会对这所有的画像 做进一步的分析 以及决策 最终产出我们 最终真正生效的一个画像 在这个决策生效的过程中 我们也做了一些 严格的一些技术风险防控 包括我们的绘度变更 我们的主动风险发现 以及我们的准入变更等等 我们生成最终的一个 生效画像之后 这个会下发给我们的一个 直行模块 我们的直行模块 会根据画像的一些描述 包括我们的 Cutoff Standby等 机器术的一些状态 然后来做最终的一个变更 这个变更 既包括了我们的一个状态变更 也包括了我们一个 一个弹性的 伸缩的一个操作 当我们发生变更之后 其实我们的 在线应用的一个运行室 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数据采集模块 会进行下部的采集 然后分析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蚂蚁HPA区别于 社区HPA的一些主要特点 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预测式的一个算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采用 预测式的算法 而不是社区想应式的算法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图 是我们响应式算法的一个图 右边的图 是我们预测式算法的一个图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图中的一些元素 我们上边绿色的线 是我们流量的一个曲线 是一个波动的 是一个非常有周期性的 而我们黄色的锯齿状的线 是我们副本数的一个曲线 下面这个绿色的线 是我们平均CPU水位的一个线 而黄色横着的那条线 是我们期望的CPU水位的一个线 通过左边 响应式的跟右边 预测式算法的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 对于响应式算法 它的扩锁容 其实是之后与它的流量 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 它流量发生了变化之后 它才感知到这个变化 然后再去扩锁容 然后可能在它感知变化 到扩锁容操作 这个成功之间有一个gap 这个gap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 产生了一些容量问题 但是对于预测式算法来说 它的弹性伸缩是先于流量发生变化的 因此它更加贴合于流量的那条曲线 在流量上来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提前扩容 第二点是我们响应式算法 可能很难去控制 我们的一个CPU水位 在我们期望值之下 因为它有一个延迟 在这个延迟的时候 可能它已经打破了那个CPU水位 然后打破了之后 感知到这个变化 然后把它通过扩容的方式 然后把它又控制在水位之下 然后再打破再控制 就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预测式的可以看到 它基本是控制在我们 期望的那个CPU水位之下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基于流量驱动的 一个预测模型 我们为什么要基于流量 去驱动容量 这个主要是因为有几下几点吧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的CPU水位 其实是与流量息相关的 我们通过预测流量 可以相对于预测CPU来说 具有以下几个优势吧 第一个是我们的流量相对更靠前一点 我们可能我们的流量 是先与我们CPU先发生变化的 然后第二点是我们的容量指标 可能相对更加复杂一点 但是比如我们的CPU 还有memory 还有IO等等这些指标 可能会受多种因素影响 但是我们流量指标 相对来说可能更容易获取 而且更简单一点 与我们的生活作息也息相关 也更容易预测 因此我们就设计了这么一套 基于流量驱动的预测模型 主要是分成了三个小的一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是我们的一个流量预测模型 我们知道我们在线应用 经常有多种类型的流量 RPC 消息 IO等等 这些流量其实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 我们单纯预测其中一种流量 很难准确地描述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负载情况 因此我们把所有的流量 相关的一些流量类型做了一个建模 并且同时预测我们未来 多种流量类型的一个时间序列 第二个模型是我们的一个CPU评估模型 我们把所有的一些流量类型 跟我们的CPU 还有我们 跟我们的CPU利用率 还有我们的副本数等等 建模最终来评估 我们未来对CPU消耗的一个预测 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角色模型 我们根据我们对CPU消耗的一个预测 再结合我们目标水位的一个控制等 来生成我们期望的 来生成我们期望的一个 这个在线应用的一个最佳配置 这个最终转换成的是我们的一个副本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风险防控的一些能力 我们在蚂蚁的生产环境落地 我们的HPA 其实离不开我们严格的一个风险防控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是我们的一个多极弹性伸缩的一个能力 我们多极弹性伸缩 我们定义了多种POD的一个状态 第一个是Online是表示我们正常提供服的一个状态 而Cutoff是表示我们流量摘除的一个状态 而Standby是我们表示我们资源穿的一个状态 通过这多种状态之间的一个组合 以及它们的一个转换 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提升我们弹性的一个速度 另一方面也可以与我们一些混布的一些技术结合 来提升我们的一些资源利用率 第二个是我们灰度变更的一个能力 我们的灰度变更与通常的灰度变更有点区别 就是我们引入了我们Cutoff作为一个中间状态 比如我们要送用一批机器 我们会先把这批机器 先按照批次把它分批转换成Cutoff状态 然后我们观察一段时间 假如说没问题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真实地缩掉 那么我们引入Cutoff状态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第一个是我们Cutoff其实就是流量摘除了 我们可以模拟炮的被真实删除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假如说发现有问题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快速的状态回滚 从Cutoff变回online 这个可以实现秒据的一个回滚 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风险检测的一个能力 我们支持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风险检测 我们通过巡检 在变更期间我们通过巡检 我们应用的一些CPU水位 报错 异常信息等等 监听我们一些相关平台的一些异常事件 可以主动发现风险 然后及时回滚 接下来再讲一下我们HPA的一个扩展 我们在蚂蚁内部有一个分时调度的一个功能 那么什么是分时调度 其实我们知道经常开车的同学知道潮汐车道 潮汐车道就是在 它会根据交通的一个情况 在不同的时间段 安排它那个行驶方向 是不同的行驶方向 而我们分时调度其实也类似 是把同一份资源在不同的时间点 分配给不同的使用者 这里的分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扩充操作 而是我们HPA内部的一个 online跟standby之间的一个状态转换 比如我们PED上这个图 是我们蚂蚁内部日常分时调度的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早上7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蚂蚁内部有一个蚂蚁森林 我们早上起来可能第一件事是 先收一波能量 所以7点的时候有一个高峰 然后在过了7点之后 早上之后 可能我们流量会慢慢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位 这样资源就空闲出来 然后我们在蚂蚁珠宝里面 也有一个蚂蚁基金 它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有一个流量高峰 正好与蚂蚁森林相反 它上午的时候是流量低峰 3点的时候流量高峰 这样我们就设想 我们可以把同一份资源 在早上的时候自动分配给蚂蚁森林使用 在下午的时候 让它从蚂蚁森林在腾挪给基金使用 通过我们蚂蚁的日常分食调度 以及我们大处的分食调度 可以为我们公司大概日常到大处 会节省几万块到几十万块的一个资源 好 我的介绍主要到这里 接下来我同事会去为大家介绍 我们蚂蚁HPA在我们开源的capacity上 是怎么实现的 好 那么下面就到了这个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开源实践环节 让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开源当中是怎么做 刚才那些技术的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capacity这个项目 然后capacity这个项目 它的定位是一个云远生的智能容量解决方案 那目的是帮助大家以一种智能的 无风险的方式来做K8S容量层面的项目增效 那这里无风险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 因为现在很多社区的项目可能对智能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关注 但是对于风险 对于生产级的应用这一块 可能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欠缺的 那这个项目是今年6月份刚开源的 所以比较新 所以可能大家也太了解 所以也没关系 那么今年第一个版本主要是包含了整体架构 还有风险控制的一些能力 那么近期呢 我们将发布这个0.2Milestone版本 会主要包括这个智能算法相关的能力 那这块目前其实代码都已经提交了 然后再做一个最终测试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这次topic其实相当于也是会提前剧透 这个版本的一些技术内幕 所以在座的各位其实也是整个社区当中 第一批了解到这块信息的 好 那么目前来说呢 capacity项目提供了一个核心的能力 叫做intelligent HPA 我们后面就把它简称为IHPA 那么顾名思义 IHPA它其实就是一个智能版 高级版的一个HPA 那么它主要是有下面三个特征 那首先它第一个特征是智能性 这里面其实集成了我们蚂蚁 在这个内部大规模生产实践当中 打磨出来的一些智能算法 那这些算法或许其实也都是完全开源的 那么第二是这个技术风险 那这个其实也是蚂蚁的一个特色 因为大家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 蚂蚁有这个技术风险的文化 就是我们对这个生产环境 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 因为涉及到一些金融啊这块 是受到一些金管要求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实现了 我们在这个生产实践过程当中 设计总结的一些风险控制手段 那么最后HPA它作为一个开源的组件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会把扩展性放在第一位 那么在等下的片子里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 就是我们设计一套非常容易 去扩展和资定的架构 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方便大家 再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对它做一个落地使用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我同时郭威如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方法论 我们是怎么样去通过capacity去给它实际落地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最关键的流量驱动的副文书的预测算法 那刚才这个相信大家郭威如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流量驱动 这里我可以再简单总结一下 因为这块确实比较重要 就我们之所以不选择说直接去对CPU做一个预测 而是对流量做一个预测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在线运用而言 流量其实是它这个产生CPU波动的一个根源 我们先有流量然后再有CPU这样一个波动 所以我们预测流量会更加的 就是一个更加提前的一个工作 并且流量相对于CPU 它更容易去做预测 因为CPU会受到各种各样复杂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但流量跟我们的生产生活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所以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流量驱动的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主要的目的是找到下面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它的这个输入其实就是说我当前的流量 以及我当前的副本数 我们就给它除一下 那它的输出就是说 在我当前这个流量和副本数的情况下 我每个副本它平均的资源利用率会是多少 那这里我们通常就比如说是最常见的就是CPU利用率 对吧 会是多少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去给它设定一个弹性目标 那这个时候我们设定的这个弹性目标其实就是这个资源利用率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直观的 对吧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HPA呢 我们是要去控制它的这个资源 对吧 我们说我们需要让它的CPU能够打到这个百分之多少的水位 而不是说我们是要控制它的这个平均流量是在多少 对吧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直觉的 但是呢 这个模型它的这个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说 虽然我的目标它是一个CPU水位 但是我在做弹性波素容的时候 它其实不是只看CPU水位 这其实就是和K8S HP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是会做这样的几个事情 就首先它会把这个历史的流量 和历史的这个资源利用率 和历史的这个副本数的情况收集起来 会通过一个线性的模型 去找到这三者之间的这样 去建立这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模型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在我有多少流量的时候 然后以及在这个有多少个副本数的情况下 我的资源利用率会是多少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之后呢 我们能够初步地找到下面的这样一个函数 但这个时候这个函数它其实是有缺陷的 就是说我只考虑了流量对 CPU的一个影响 这里我以CPU为例 就是Resource 但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说到Resource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敏感的东西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这个应用 这里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的一个应用 它可能每天晚上比如说零点的时候 它自己内部有一个定时任务 会开始去跑一下 比如说做一些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没有流量 但它的CPU会有一个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光通过这个模型 其实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个特征的 所以最后呢我们会给它叠加一个残差的模型 然后通过这个模型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其他的信息输入进来 那目前的时候我们现在只考虑时间 那后续的话其实也可以扩展成 就是甚至一些机器的一些型号的信息等等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刚才说的 比如说我每天零点 我的这个CPU会有一个突增 那通过这个模型它能够找到这个特征 然后去修正这个函数 那么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对我这个函数来说 比如说我每天晚上零点的时候 我同样是这个流量 但是它在零点的时候 给出来的这个推荐的这个副本数 它一定就会更高 因为这个时候我知道它的CPU利用率会更高 所以说它的这个source它有来源 就是它有这个 它会同时考虑流量 然后资源利用率 还有副本数 那目前在这个开源版本的时间当中呢 这个线性的模型 我们用的是elastic net 然后残常模型又是LiGBM 然后这两个其实都是传统机器学习的方法 也是比较轻量的 就是不需要通过GPU通过CPU 我们就能很快地去做个计程 但是这个东西同样也是可以优化的 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线性模型 和残量模型 其实它不是一定要使用这两种模型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任意的模型 其实都可以去做 你甚至可以把它替换成生物学习的模型 所以这里其实可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 就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地去做一些探索 好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函数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现在想要得到我预测的一个副本数 然后我现在已知 我的期望的资源是多少 比如说45% 对吧 然后我想要得到这个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只需要预测未来的流量就可以了 这个就回到了这个traffic driving这个事情上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流量的预测 那流量预测就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复杂了 就比较直观了 它其实就是转化成了一个时序预测的问题 就是我对到这个流量去做一个时序预测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在capacity使用的是我们内部研发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时序预测模型 那这个模型它有两个比较大的特征 一个是它非常简单轻量 因为现在其实说到深度学习 其实大家可能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模型 对吧 可能说我需要这个成百上千的这个GPU去给它做一些训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HPA给它节省资源可能还不够你训练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我们希望HPA用的这个模型它尽量都是轻量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结构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会对于你的这个app还有你这个流量分量去做embedding 那么之后它会通过fully connected layer去做predition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很复杂的模型结构 没有所谓的什么transformer这些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它的模型结构简单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就是说 首先它的大小很小 就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是12个点预测12个点 那么以10分钟精度为例的话 其实就是两小时预测两小时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预测的一个pattern 那这个时候这个模型的大小甚至不到em 甚至你说夸张的你把它放到Coffee Map里都可以 那么同样它训练成本其实也比较低 就比如说我用我Mac的这个CPU去跑一下 那其实一个epoge就一分钟 那差不多我用CPU去跑的话 可能也跑个一个小时 可能也就能训练出来一个可以用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它虽然它轻量 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那这里其实我们也是用 我们内部的这个实际的生产的流量 去把它跟其他的模型去做一个对比 可以直观地看到 就是说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是好于 常见的这个比如说DPAY啊 NBEAT啊这些持续预测算法的 那么这里其实不是说 它这个东西就比那些 就是它在持续预测上的效果 就比这些外面这个开源的或者是好 这里其实它在于说 它在这个预测生产流量这件细分的这个事情上面 会做得比这个其他的模型更好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那么 通过刚才这两个东西介绍的 我们可以给它串一下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在CAPACI里面 我们怎么去具体的去做一个这个副本这样一个预测 那这也其实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蓝色的这条链路呢 是一个离线的链路 这也其实就涉及到刚才这个 深度学习模型的training 因为我们知道深度学习它是要training的 那么training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经常做 对吧 可能你说我把这些流量的数据把它供动起来 就是说它其实它的重点在于说 我找到我这个流量的一个规律 对吧 以及一定时间内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比如说我可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可能我训练一次也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那么这个黄色的部分其实就是在线链路的 就是我的预测 实时预测的时候我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这里会看到它首先会 做一个流量的预测 对吧 那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型的推理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过程 那么之后呢 它会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资源的历史 副本数的历史 然后呢 连同我在这个HPA设置里面配置的这个资源水源目标 一起放到就是第一个提到的这个 replica estimator那个模型里面 那最终它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得到 我预测的副本数 所以这个是它整个副本数预测的这样一个工作流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光用预测 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满足所有场景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不能预测的东西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流量 那或者说我有一些人为的这个人工经验 对吧 我希望它就我人提前知道了 说我那个时候我需要多少资源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是需要有多种规则的组合的 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就提供了这样一个 按照有优先级的多种弹性规则组合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左边是这个HPA的YAML的这样一个规则的这样一块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有 我们配置了三条规则 那么前两条规则呢 其实都是由算法产出的动态规则 那么第一个呢是预测算法的规则 然后第二个是响应算法的规则 那它们两个共同服务于CPU水位利用率45%这个目标 那只不过前者呢 它是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traffic drive的这个模型 去做个预测 然后得到的这个副本数 那后者呢是通过就是跟K8S HPA一样的一个算法 去实时的去看现在的这个水位 然后来计算的 那这里可以看到它优先级是一样的 所以在优先级一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谁拿取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的这个reactive 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兜底的作用 也就是说当我的这个预测 没有 就是我的预测没有 就是没有把这个水位控制好 这个水位 我水位已经超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响应器 它就会兜底的起到一个保护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第三个规则呢 是一个 就可以看到是一个人为设置一个Chrome的规则 那以这个应用为例吧 比如这里是个应用 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这里是可以预测到的 那么这里是没有预测到的 那么通过刚才那两种组合呢 我们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赋门数的调整 那么还有个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应用 比如说我现在 它的0到6点 我就是停服了 我就是 它都没有流量 那这个时候 我再去看它的CPU利用率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时候 我的应用 它就不需要提供服务 那这个时候 我其实完全可以把资源全部出让出来 去跑一些 比如说我的离间任务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就设置了这个Chrome的 这个显示的这样一个规则 让它在0点到6点的时候 我就给它缩零 那么它的priority是更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0点到6点 traffic off的这段时间 其实我是通过Chrome的算法 我可以让它把这个副本数 调在零 而是从6点开始 我才有一个 就是会进入到一个 算法生效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通过这个 这几个规则的配合呢 其实我们可以 就是非常灵活地去适配 多种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 它是怎么实现 刚才这个 魏如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多阶段灰度 这样一个能力的 那灰度其实比较简单 我就不提了 因为灰度的话 其实它就是在内部控制一下 这个 或者说的这样一个顺序 或者说是一些时间等等 那多阶段这个事情 它就比较有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社区HPA 它去控制这个副本数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通过scale API 去做扩缩容了 那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扩缩容 是完全交给这个workload来做的 但是当我需要做一个 多级扩缩容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时候 就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把它简单 分成了下面三个步骤 就是首先是 sort pull排序 然后是这个状态变化的执行 然后最后是实际的 这样一个扩缩容 那么这里呢 因为我目前是 只是cut off 因为standby的话 这个资源出让 它是需要一些 这个底层agent的支持 那这块的话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开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 就以cut off为例 但它的流程是一致的 那么首先 我们需要做一个 pull排序 为什么要做pull排序呢 因为当我们在scale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workload的去控制着 pull的缩容顺序 但当我们要去手动的去给它做一个状态转换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自己去控制顺序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我们的这个 排序和workload的实际的缩容是匹配的 所以我们目前是内置了一些kbass常见的 就是内置workload的这样一个排序的规则 能确保就是说 我们执行这个cut off的时候 一定是先cut off那个workload 接下来会缩容的那个pull 那当然我们也提供接口 也就是说用物它可以自己去 对接自己的workload 去控制自己的这样一个顺序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高级的workload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workload 它比较高级 我可以去指定它先缩容那个pull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可以 完全自定义我的一个缩容顺序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现在开始进行一个 实际的状态转换操作 那么这里就是摘流嘛 那摘流我们知道在社区里 其实我们默认地是用redness gate 去给它实现的 那这个的好处就在于说 如果你是用 比如说call control manager 去然后通过这个原生的service 去控制你pull的流量的话 其实直接通过这个 它就能够直接地去做一个 实际的这个摘流挂流 这样一个操作了 那当然如果你是通过一些 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做的话 我们也提供接口 就是说你去对接你自己的 这个摘流的系统 你去对这个pull的 做一个这个摘流挂流 那么最后这个scaling就不说了 它就跟社区是一样的 它就是在最后scale的时候 会通过scale API去 做实际的扩缩容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状态转换的话 那它和HPA是一样的 就只要你的workflow支持scale API 它就可以做HPA 那么最后我们把所有东西 给它全部汇总起来 就设计成了这样的一套架构 那么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把HPA 做后并且拆成了三个板块 三个模块 就是HPA它本质上 其实就是做了这三个模块的事情 就首先第一个是控制面 那这里就是HPA controller 那么它提供的HPA这个对象 其实就是用户实际感受到的 就这么一个对象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用户在用HPA和用HPA 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 这样一个感知上的变化 那么它其实是把这个决策的这个事情 和执行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粘合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决策 那这里的就是这个水平画像的 这样一个控制器 那在决策在K8S里面 它其实就是去做一个算法 就大家可能知道看过代码 或者知道是那个replica calculator 那么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对接了我们自己的算法 那么在这里用户 其实也可以去通过自己的算法 去生成它需要的这个portrait 然后去控制这个HPA controller的 这样一个扩送的这样一个决策 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execution执行层 那么这个在K8S的HPA里 其实就是scale API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其实就加入了这个多阶段的这套逻辑 所有多阶段相关的扩展 比如说这个扎挂流 对吧 然后scale的这个逻辑 其实都可以通过扩展这个replica controller 去给它做一个控制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提供了这样一个 metrics provider server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用K8S的HPA的话 大家也知道K8S有metrics API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它是提供 它是可以封装掉这个底下监控系统 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不需要去直接对接普通修斯 但我们可以通过metrics API 去拿到我们想要的API 但是在这个 当我们引入了更高级的算法之后 其实我当前的这个metrics 就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我需要历史的metrics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设计了一套 就是跟这个metrics API 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接口 但是我们能够让它 通过metrics API的形式 去拉到历史的指标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外部的一些算法 它不需要去对接普通修斯 或者对接什么其他的监控系统 它通过我们提供的这个metrics provider server 通过类似于metrics API的方式 就能拉取到它想要的这个监控数据了 所以就是整个我们这样一个架构 好 那么有关这个HP的介绍呢 大概就在这里 那么最后给大家同步一下 我们后续的一个计划 大概会分这么几个方向 首先在智能性上 我们会引入更多的这样一个算法 就比如说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 响应式的算法去做一个兜底 对吧 但是响应式其实它还是滞后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通过 一些时序检测的手段 去实时地去发现 我们这个流量是不是有一个恶化的趋势呢 对吧 那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burst detection 这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封锦识别这块 那封锦识别这块呢 其实我们后续会把刚才 国伟主给大家提到的 就是这个自动的这个识别和资域 给它做进去 那这样的话呢 它通过这个多阶段辉度 它就能实现这样一个完整的闭化 那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一些可视化墙化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引入dashboard啊这些 让大家能够更加容易地去使用起来 那么最后呢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 它其实不仅仅是会包含HPA 它其实也会 把我们内部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容量能力 给开转出来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分时调度 所以也激请大家保持关注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了 然后这里有一些 我们提供了多个渠道 大家可以按需扫码吧 然后国外有人 我们也提供了slack的渠道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有一两个问题 可以回答一下 好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就是 我们在去控制 控制我们的workload 去缩容和扩容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handle的 因为我们知道 deployment的代码不在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控制范围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们在控制流量的时候 当我们比如说 把它的readings gate设成 设成false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被其他的控制器给改回来 因为他的其他 比如说LB的controller 有可能他自己会控制这个流程 这两个问题 好 我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确实 就是说对于deployment 因为deployment 它本身的这个缩容行为 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能够百分百确定的 对吧 有的时候它也会 有点偏差 对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 这个多级 多级缩容效果的话呢 那我们通常会推荐 就是你去使用一些缩容顺序比较稳定的 就比如像stiffset 对吧 它是从后往前 一定按这个顺序去缩的 对吧 那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 我和我它的缩容顺序是稳定的 那deployment的话呢 目前我们是 那虽然K8S代码不在我们这 但我们可以引用它的代码 对吧 那我们内部是其实集成了 就是K8S那个reptica set 它缩容的这个算法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会预先演算好 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它会怎么缩容 而且这里其实还有一个 有意思的点在于说 因为我们是先摘留在soro 对吧 那么摘留的这个pod 它在reptica set的优先级 一定是最高的 因为我的not ready pod 一定是最先缩的 所以通过这个情况 我们其实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我们的soro 能够按照我们期望的顺序 就它肯定不会缩一个 online的pod 对吧 它会先缩一个not ready的pod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这个比较好回答 就是这个readiness gate 其实是我们自己注入的 所以只是我们会控制 对 你好 就是刚才你讲那个 就几种 一种响应式的 还有预测式的 还有这个就是 周期的coron 对吧 我看见有个配置 但往往 现实当中的这种流量 它是 它是很 波动是很大的嘛 不同业务的特征 不太一样嘛 那这种 怎么去配啊 我看三种 你是这么去配的吧 实际上这种配置 我感觉还是挺难的 怎么配一个合适的这种策略 对吧 对 这个其实从通用的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人工经验的话 就对于一个通用的应用 那可能就是我 因为你想你用 K8S HPA的时候 其实你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是因为它只能配一种规则 对吧 那这里其实我们引入 也没有引入太多的规则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一种推荐的做法 就是说你先给它配置一个预测的规则 就是说其实预测的规则 它就基本上就能够handle 就是正常你一个在线用的场景 对吧 它的这个流量 就是它每天有规律的这样一个波动 然后你去给它做个预测 那之后呢 对于不可预测的部分 你再配置一个 响应式的这个规则 去给它做一个兜底就可以了 就是刚才我那个例子 可能会比较 因为会需要 讲述各种场景嘛 会比较复杂一点 但通常来说你的应用它也不需要配置 就这么复杂的规则 它可能一个预测式 加一个响应式 就能满足绝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对就是响应式给预测式做个兜底 然后基本上预测式 它就是为了cover所有的情况而产生的 对 你好 我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刚才你提到就是不同的策略之间 它是有兜底逻辑的 意味着你的资源冗余 可能是有一定冗余量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多服务 都因为这个冗余带来的那个 就是多余资源占用 很可能说我缩冗之后 下次因为资源有限嘛 我怎么保证我能拿回来这部分资源 因为可能多服务资源竞争这部分资源 这个是第一个想了解的部分 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 因为毕竟资源是有限的 第二个是说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项目是capacity 因为想的是说我们在生产事件中 通常HPA和VPA可能都是结合着用 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项目中 有没有这块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联动和考虑 就比如说如何去平衡 HPA和VPA之间的这个 触发时机和应用场景 好 就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问的是就是多极的时候 它怎么确保我回滚的时候 它一定还有这个资源 对吧 那这个话其实对于cut off 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cut off我只是去做摘流 对吧 我的资源就还是占用在那 就是我们资源没有释放 那它是一个纯稳定性的一个优化 对吧 那你说的可能在于说stand by 就是在我true on的这个状态下 它怎么去确保这个资源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在蚂蚁内部 其实是通过一个分时调度 这样的能力去控制的 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身上去提前会有算法计算得到说 我现在不同的应用 它在不同的时间段 它的一个资源需求 那么我们会把这两个错开的应用 放在同一个资源的池子里 那确保说我这个应用在缩掉的时候 我那个应用它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资源增长 去把这个资源重新占用掉 那当然你说这个情况确实 当我需要更大的提高资源 利用的程序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存在 那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代价 就是说我利用了资源 那必然会对我的这个稳定性 造成一定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在重新去扩容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扩容的慢一点 就是它可能需要重新去找一个资源 对吧 对 刚才提到你这个策略是有优源级的 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你个不同服务间 就比如说我需要5000盒 它需要3000盒 但是对他来说 对我来说可能我的优源级更高 类似这种服务间 这个目前暂时没有 因为就这个的话可能是需要有更高 更上层的一个混布系统去做这样的事情 OK 然后你说第二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社区那个Auto Scaling 它其实之前也在推一个HPA VPA 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scaler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去看看它里面是怎么设计 说我什么时候用HPA 什么时候用VPA的 对对对 那这个项目中有考虑 那这个项目的话 目前就VPA这块的话 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 因为这块的话其实能做的事情不多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都是做一个应用规格推荐嘛 那规格推荐其实它的算法 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对吧 基本上还是以Google AutoPilot的那个 滑动窗口的那个东西为主 因为那个流量上来之后 可能一些数据库 它也需要做一些那个扩挫容嘛 你这个是个好问题 确实 那个这个目前暂时是没有考虑的 但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这个Future Request 可以去看这个事情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topic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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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